哈囉 今天要來把這一台清一清 然後寄回去給廠商 因為畢竟已經借了一個月左右了吧 對啊找一點還人家 這個是新品 如果我不寄給他 他可能就要再拆一台新的下去 還人家之前呢 我有一個習慣就是 把磨豆機 整理的越接近新的越好 當然我們不可能把它整理到全新啦 可是 基於一個人家借給我們做影片素材的一個禮貌 還人家的時候也要盡量 把它還原到一開始的樣子 好那現在就直接來把它拆掉 那這一台的拆解方法其實跟之前specialita都差不多 這一種 Eureka他所出的這個形狀的 其實拆的方法都一樣 就是後面這邊 把它拆掉 後面這個logo把它拿下來然後螺絲鬆掉這個就可以打開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直接來清他 那清之前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電源要拔掉 電源要拔掉會比較安全 對 不管你有多熟練 這一些安全的東西 就是做的 越確實 可以讓你在這一條路上 甚至是人生的路上走得更久 好 來拆 好嗎? 好嗎? OK 好嗎? 可以嗎? 好嗎? 好嗎? 好的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指甘了 有 几乎 如果有些料煮成一炒 用這盤水 炒锅 炒烤 炒烤 別再切一半 切成小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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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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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